行為準則,又是思想模範,又不喜歡以身份來規範。 周公有德,周公有德,周公能把事情辦得好好的,把大家照顧得好好的。 德,周公有德,所指著他整體的好表現。 德者,得也,就是獲得的那個德。 古人說他的大德,不是光指著他的德性,也不是思想模範,也不是群體規範。 古代的德是不跟性子連用,那是後代的用法。 古代德 德 治國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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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使庶民 民眾的情況 要達到高級官員 乃至於天子 國軍 以及中國歷代政治 第一要點 中國歷代政治 ального大學 讷归 既子 以絕術,名計絕臣,打大家。以絕臣,打王,為邦君。 官員不可以冤枉地殺人,要憐憫這些人,因為先君是憐憫他們的,要寬恕基層作亂的這些人,不要以為他作亂,你就輕易地殺了他們。 要愛惜以土地地生產出來的東西,心地要善良,要聽從父子妹那麽好的教訓,行為不管大小,都要用意以貫之的態度,不能夠說小事情就疏忽,另外要好好地侍奉尊長,耕種經商,校養父母,如此一切都飽足了,就可以喝酒。 酒是要大家要謹慎的,很容易放置的。 那紫財這一篇,也非常重要。 康告紫財 這些酒告 周公教大家,要怎麽樣做人做事。 後來就成為儒家思想的基本。 當然,你們千親家會說,啊,不是老生常談。 嗯,不好這麽講。 因為真要做到很困難。 這些事情要做到非常困難。 古人比較更看重的是,如何做到這些事情。 基本的原理原則差不多是這樣。 如何做到呢? 蠻難的。 那這裏面已經有明本思想了。 這個,這個,這個,這裏面的關鍵字是天跟德。 他們很看重天跟德。 不能隨便地迫害百姓,不要虐待百姓,對於官夫寡婦,嗜妾,都要加以保護,對於人民要儒保赤子。 民本不足,希望把他變成民主,弄了個半天,也很難真的變成民主。 何以故呢? 總之,是一個非常巨大的一個政體。 這麼巨大的政體的時候,他很難民主。 他內部情況太複雜,不單一。 所以,一直到今天,他比價能夠做到的還是民本,而不是民主。 要儒保赤子,對老百姓要好,對所有人加以保護。 到今天,他也很難脫離這一點。 德思都在其間。 受命跟天命轉移。 黃天繼父,中國明月絕江土於先亡。 黃天繼父,中國明月絕江土於先亡。 中國是指的文化高尚之國,是指的殷商故地之名。 這個地方,你現在封的地方,是下商之地。 我們本來是文化落後的人,到這裡的領導因人。 為什麼呢? 黃天,把他們赴於我們的先亡。 我們這些本來從稀土落後的地方,我們現在到了世界上文化最高的地方當領導。 我們要很謹慎。 我們要很謹慎。 我們是天命會轉移。 我們受命了。 我們受天命, 我們是天下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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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與惡戶其耐何福興。 天際暇中大幫殷之命。 王天上帝 御王以小名授天有命,天聽之我明聽。 天聽,天視自我明聽,自我明視。 洛告 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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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告 梁倫夫 一個政權 一個國家 要能夠延續 要懂得敬天法主 要懂得自己一定要有德 要看顧人民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天主得民 真能夠做到這幾點 國作就能夠長久 但都要做到 很困難 有時候會偏這裡或偏那裡 所以 對於武王 那樣子的教訓 教訓底下人 要來恭敬地遵守 年輕人 到這個地 落意這個地方 要優厚的路用 英的賢良人才 迎見落意 是要在這個新的地方 他們以落後的人 落後的文化要領導先進的 原來的中國人 因此 要錄用他們 作為新的諸侯 所以 安天下的方法之中 很重要一點 是要重用英之移民 重用他們 平衡 旁邊還有濟性的國家 做一種制衡 成就州的王業 要以宮井為先 所以萬邦才會得到幸福 王才有成績 這個講 在當時政治上最重要的原則 後來獲得巨大的成功 一開始是講 只是一番話而已 因為獲得巨大的成功 所以後人就很看重了 大概中國人有一個傳統 你講什麼東西他不太在意 你如果真的成了大功 他會就注意看你講過什麼話 他是看重了這個 在實踐上能夠做成的人 這是中國傳統 姚孫與湯文武周公 是因為做成了王業 所以這些話就成為經典 做不成王業 那很抱歉 那就是你自己的想法而已 你如果不能夠成這樣巨大的偉業的話 他對你的話 總會抱著幾分懷疑吧 他是看重真正能夠做到的人 那麼 周公是尤其是其大臣 在他的手上 周朝的政治才真正的 正教才真正的完成 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創發 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創發 就是天主得明 還有命 還有如何用人 天命 這個如何安邦定國 後來幾乎所有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的源頭 在這裡出現 所以我說他是中國的第一個大思想家 而且是一種束縛的狀態 術不到什麼 不需要講那麼複雜的東西 是很核心的根基 最根本性的 他是要完成建國之大業 安邦定國之人 他的壓力極其巨大 而且恐懼流言 因為他要 周公設政 甚至於稱王 大家都懷疑他是不是要篡位 他要承載素代先烈的作為 還能夠傳出子孫萬代 他當然是歸正於成王 他當然是歸正於成王 一言一行必須面對極大的壓力 要極高智慧才能成就 因為經過歷史的考驗 所以後代人相信他的 為什麼相信他的 因為他完成了 定下周朝八百年 朝代的基業 後代的朝代 哪有八百年的 商朝人 五百多年 五百四還五百六 至少一般人記載 下朝人 是接近五百年 五百年左右 朝代 古人 在古人來看 這麼長久 一定有他的道理 當然我們現在可以有各式各樣的討論 而且 周公集前代文明大臣 講話時經常提到古先則王之種種 這個是周公 第一個 大的政治家 另外 上書裡頭有 與共這一篇 我是透過上書主要來講說 你們這樣讀上書 其實你就知道他的篇目是非常有道理的 而且我因為根據是上書的篇目 就比較不會把我自己的後代思想往裡頭亂摻 原知原味 原知原味 古典的思想 宇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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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共所計 是反映了中國龍山文明時期的中國文明所知 大概是當時的歷史記憶當中 宇集une 宇集 宇定 五福 電猴雖妖荒,一層一層擴大出去。 越中間越緊密,邊緣的僵域是有彈性的。 到最後是妖乎跟荒乎。 一層一層擴大出去。 那對於妖乎跟荒乎的治理,就不應該這樣子的直接控制。 或者說是有很多的太多的管制,這就不適合了。 這個是與共,這是非常有智慧的。 代表,當仍致建國立國,聽見教的規模。 除了方法法,也不應該是建國立國, 亭如先維俄雖仁之中, 傳統建國立國, 《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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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務任》 《詩經》 周代的詩,教的意涵。 其周之雅宋,乃上本歷代的王者, 中間還包括一些女生, 包括他們的老婆, 一直到陳湯文武授命,武丁陳康宣王忠心,下級輔佐而橫,周哨太公。 換言之,整個開國,乃至於最重要的,開國立國的,整個最重要的先公們,還有大臣們,整個邦國的歷史,所有的重要人物,還包括女性。 歷史以宗教為好心太盧, 八音也不協調於宗律, 爭衫 SUS, 雅曰迪 無父母魚 他只是供我們欲樂,漢朝人的這個東西只是欲樂,為甚麼呢? 我們漢朝人,沒有一個堅實的核心,不像周代的這個雅宋,為甚麼呢? 平民流邦,沒甚麼文化,無盛文化。 英州是長期累代經營,文化甚高,就算是周人是後進國家,不過他們當然是一群貴族,所以會從小受到最好的教育。 因此就會有比較高的這種禮樂。 那當時又是另外因為大同盟的這個共主政治,要靠文化、文明、禮樂、福人。 如果你出手不漂亮的話,那些禁兩千個國家,誰要聽你的話。 所以你出手就必須極為精美,讓人家耳目為之一驚。 這樣子才能夠服人。 所以三代的器物跟身教文明,漢代實在是不如的。 那麼,漢朝人懂得說,周代的周朝的這一個教化,是非常了不起的。 那不僅漢朝人懂得,後來歷代都,經學都照這樣講。 這個非常重要。 如果有這個事情,國家的文化,這個禮藝,禮樂,還有他的精神,就比較能夠長期的維繫。 論理,道德,都比較容易維繫。 如果沒有這個,就很難。 那詩,前先生認為,起於西周。 漢朝人的樂俘,起於明天,是正常。 曹擔人的樂俘,起在明天,是正從。 唐代的一文化,更糟糕。 唐代就更糟糕。 漢樂,九分、十分之一的樣子。 漢代的焦妙詩歌,之於齊樂,不同於古樂,可見立國方式不同,也是因為雙方的文化不一樣。 漢代打天下,打天下的人,理樂不太重要。 天下反正我打來的,你不服也要服。 封建政治不一樣,我是作為國際聯盟的領袖,我是當天子。 我必須要用禮樂服,用我的文化來說服你。 請你用文明來說服我,差不多就這個意思。 是用文化來說服我,要用文化來說服天下的諸國。 因此,禮樂就特別重要。 那周朝禮樂一出手,大家無不嘆服。 最後就成為整個中國文化的核心了。 所以,他很多地方不能夠直接打的。 因此,他能夠打的地方是有限,只能打下商朝最重要的戰略要地。 其他地方是要大家服他。 因此,他非常講究禮樂。 因此,後來也懂得,三代的時候禮樂是真實的。 這個秦漢之後,禮樂變成虛文。 因此,秦漢之後是打天下。 三代的時候是要靠禮樂來團和大家。 所以三代是禮制。 後代就不真正是禮制了。 後代就是有禮、有法。 後代就是有禮、有法。 所以,後代為什麼自然會有法家? 因此,光是周孔的這一套,還不夠。 因此,禮樂就成為中國後來的政教文化禮樂、文學之主。 紀錄 因此,因為在紀錄上,妝严素末。 又要宣導其文化的場面,應該用妝严之舞。 這個舞,不是現代的舞蹈,這個舞非常慢,速度很慢的,日本的能樂是從這一個系統裏面出來的,所以如果你們看能樂的表演,速度非常的慢,但非常的莊重,而且有一種正責人的一個力量,所以王國維的考證說,宋的舞跟音律速度最慢,因為是祭祀用的,刺慢是雅,再刺是風,越慢越莊重,而且它是一種正責人的一個力量。 他是用這些年輕的貴族們,要儀態端莊,舉止要大方,然後去表演這個舞躍,看到這些後代的子孫們,如何能夠繼承前先烈之遺風。 他的威,他的能,他的能,他還有重要的這些戰爭,重要的事件,在這邊扳演,他是以這個東西為中心。 宋之始,是清廟,清廟是四文王的。 阮元說,宋者,榮也。榮是要表現出那個樣子來。 所以,風雅旦,玄歌聲間,他有配音樂,兵主及歌者,不必因此而舞容。 可以有,雅可以有,但是不必然有。 宋一定有舞容,一定要跳舞。 風雅旦,詩歌舞,樂合一。 詩歌舞,樂合一。 詩歌舞,樂合一。 文王,周公既成落以曹諸侯,率以四文王焉。 周公既成落以曹諸侯,率以四文王焉。 我們怎麼有這個天下? 周公很聰明, 不是我,乃至於不是武王,不是我的哥哥武王,是文王。 文王五十年經裡頭, 他是有德性的。 他文武兼備, 但是他非常有德性, 所以,讓大家能夠願意接受他的領導。 來自於他的統治。 那因此,所有的天下的人, 祝祭之人跟曹禎,都要秉承王王的德行。 所以,自理作業的目的,是要讓今天的人, 懷念自身的一切所從出。 紀念當初始之, 可以現在如此,最重要的德性的源頭。 要對月上天的祖先神靈,乃至於神靈。 那要達到那一個, 他想像的, 當初那樣一個美好的樣貌。 所以,五月要呈現,要莊顏樹木, 祭何且盡, 追思先王之德。 此為十五, 照片《女寺芝術》, 這就是…… 你不能看,你拍不出那個味道來,所以他們用另一個方法,就是用這種很慢的,一種象徵性的,比擬性的舞蹈,配上音樂,配上詩,配上歌,旁邊人又頌又唱,大家是用一種想像當中,呈現他的這種當年的風格。 這些故事,對於當時來講,都是耳熟能詳,人人都知道,至少這些貴的人都知道,就一次一次地回到歷史上,說我們怎麼有今天。 中共弄了個樣板戲,其實是想要做這事兒,不成功。大家都不喜歡看,而且搞得太樣板了。 所以,這個事情要做成很難。所以,後代人想要自己做樂,幾乎都不成功。 漢朝人也曾經想要自己做,也做不成功。 漢朝人也曾經想要自己做,也做不成功。 劉邦那樣子,流氓流氓的,搞不出這個東西來。 那後代人也搞不出來。 所以,後來,曾經想要自己做,也做不成功。 太平告文王也。 對文王之德的感嘆,有相當文學性。 清廟。 唯天之命,太平告文王。 敘事,通篇押韻。 探詞。 往復之間,特別有文學性。 身教。 唯親者,奏向武。 一般,周出祭文王的詩。 那這一整套,都是在祭,在宋這個文王。 可見,周公之理作業的目的。 所以,清廟之實,基本上是要以文王為德,天命。 以文王之典、文王之法、文王之德,為忠心凝聚眾人。 周公的偉大的發明。 當時誰知道會不會成功? 竟然成功了。 諸位不幸試試看。 你們如果創一個事業。 我常說,儒家這是一種創業的一種寶典。 你們如果要創業,你看你能不能弄一套公私文化。 輕鬆著 他自法 shocking。 你能發言,是公私之法。 公私之法。 特別嚇�Derci業 Mam milli公精,安法兩。 你不能接受獄,但他們 lived allí全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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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賶賀鎪rew. 凝聚眾人。 引導統一的因老 國家乃至於後來民族有凝聚的中心,否則必會喚善。 文王之德不僅成為周朝的凝聚中心,未來成為中華文明的凝聚中心,一直到清末都如此。 人們面對許多困難,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 所以可見,這麼巨大的一個國家要凝聚,不簡單。 也恰恰是因為他能夠這樣凝聚,當然有得有失了。 所以他這個成為全世界古文明裡頭唯一能夠活到今天的,其他全亡了。 因為你國家規模不夠大,然後再加上種種的動亂,很容易就亡掉了。 他能夠活這麽久的一個關鍵點之一。 另外,他是繼承了這個底下講,他們怎麽繼承先王先公。 列文這篇講,成王即正,諸侯註記。 要繼這些光明有德的祖先們。 所以第四篇,是要交成王,要不忘前王,要能夠效法繼承這個列文必功。 因為陳王是小孩子啦,年輕人啦。 其實不是小孩子,他其實並不小,他年輕人啦。 周公當政的時候,他已經,已經應當成年了。 所以人家很懷疑他。 但是周公說,這個局面你是沒有辦法 handle的,我來弄。 所以要教他,你要懂得效法這個前王。 然後說明先公之德為何。 首先是天作。 天作是誓先王先公,歌頌祖先之德。 先教訓成王,然後紀念先公。 然後先公首先是太王。 然後進一步,好天有成命。 好天有成命,是交釋天地。 上天下的命令,讓文王武王能夠得這一個天命。 所以太王底下是無王武王。 反覆地講這些事情,就成為他的一種論述。 主要知道,一個國家有一種論述的。 就譬如說,國民黨原來有一套論述的。 從這個孫中山,如何領導大家革命,到蔣中正,如何平定群雄,如何如何抗戰。 東征北發抗戰,如何如何如何。 這個對於當時許多人是很有說服力的。 到了台灣,台灣特殊情況,今天慢慢沒有說服力了。 國民黨慢慢就不行了。 所以你這個論述不行,你這個政權就要完蛋了。 你這個政權就要完蛋了。 這個論述非常重要。 所以,周曹仁這個論述, 你不要看他反反覆講這個事情。 有了這套論述,周曹仁才能八百年。 這個論述,是有史以來,中國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一套論述。 他不但有論述,還配舞、配歌,配著文學、藝術、舞蹈。 這就厲害了。 然後反覆迎送這個事情。 用各種角度,各種方面。 用各種角度,各種方面。 用文學上。 用配著詩、配著舞、配著樂來迎送。 叫四文王於明堂也。 作詩、曰足給師。 太平,尋守即,山川之樂歌。 уки士,從 allí。 文王只是偏重德性,他既有,還有實力跟武功。懷柔時安慰百神,還要安慰百神。 直敬篇裏面是四五王,述周公與成王,即是五王。 先以文王又交,成王要靜似先公,懷念先王,復是文王,再講五王之德。 反復教誨,不如此不知自身來力,而且構成了國家的論述。 同時也就是對於年輕人最好的教育。 由這個教育,他自己才知道說,哎呀,我們這來的真不容易,要如何如何我們今天要能夠守住前代。 那做一個不見得很恰當的比方,這個習近平今天也在教他們的年輕人,要去看當年怎麼長征拍電影。 比如說,覺醒年代,在年輕人裡頭大紅。 年輕人熱烈的討論,這個共產黨怎麼來的。 然後去到處去看,這個所謂紅色旅遊,有紅色藝術,紅色文學,紅色歌曲,紅色旅遊,一切者,其實他也在做類似的事情。 他當然未必讀過詩經也不懂得這些事情,可是就是形式上,逼得他,不能不這麼做。 不這樣大家就要散火,就要離心離德,你就沒有辦法,有效地有效地有一套論述,而且勾這個論述, 還透過文學藝術,這些種種,讓大家凝聚起來。 聽說大陸的年輕人,現在覺得現在比以前有希望的多,而且普遍吃這一套,高度的愛國,而且接受了這個東西。 我前兩天才跟大陸的我的學生談,他跟我說,這年輕人非常吃這一套,所以這就可謂摘了。 那麼,還有破過什麼,那個叫什麼,我們外面叫TikTok,它裡面叫抖音,用各式各樣的方法。 當然,水平不像周朝人,但是做法上其實是類似的。 後繼配天,他反反復復,配舞配樂,這是他的教化要成功的原因。 然後在先講太王,這個中間也講了王繼,尤其在突出文武,要叫我們這些後生小子學習,然後進一步就要講後繼配天。 後繼是始祖,他認為這個是應該周公的定制。 然後建議,他認為就是大陸的主。 他認為你對這套誠,是他所謂農業之主,是他所謂農業之主。 他所謂農業之主。 他們是有所謂農業之主。 是他所謂農業之主。 是有所謂農業之主。 所以這個教不光是禮樂,還要以農曆國,而且地命率域, 更要以農曆國, 大農國 諸侯,同盟,聯盟的共主,還有臣子,尤其農官。教那百姓如何耕作祭祖,準備祭祀等職。 周仁之教,是從文王壽命,講文王之德,講武王之德,與先公農業開闢總統德行,要人後人,要能夠繼承。 用押韻文詞五月,用詩歌展現,使得諸侯大民一種參與祭祀。 奧迪亞德,奧迪賽,一種神話的一種英雄的冒險的故事。 充滿了奇奇怪怪,各式各樣子的那種神明妖魔鬼怪,還有各式各樣子的怪獸。 還有重點是這個英雄勇士們,怎麼團結去打特洛伊,然後怎麼冒險回來。奧迪賽。 這是一種非常突出個人英雄的,也重視群體合作的。 這是一種政治化、禮儀化的,講我們怎麼打天下的。 它不是神話,它是真正的歷史。 可能是一個美化的歷史,但是絕對是個真正的歷史。 你如果講一套虛假的歷史,你跟這個諸侯講,大家不都在那裡笑嗎? 你講一套假的東西,我怎麼去接受呢? 你好歹要有相當的真實性。 一千八百個諸侯,你要怎麼去面對人家講一套假話? 你講一套假話,這不行啊。 主要有相當的真實性。 所以這個東西,應當是真的。 底下的大臣,可能是美化的,但基本上是真的。 所以他拿這個東西,建立認同跟教化的中心,作為國家永守不忘的核心。 他們內容本於歷史。 可能選擇性的講。 當然是選擇性的講。 osed,對於和諸侯鄉所說的藉 enseñ прир Jaure. 當都是先 bonds中所生文官等,有個真制into copies。 經紀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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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這忠誼父 keiner能喜歡。 當然。 經紀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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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錄, 聖 advertised bank說全世界的法案, 那個法案 經紀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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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過去所深合 Newman 《宋 Move Go zdję leve》 《宋》的最重要篇章,大姐周公所作 佛教的業障所,人的這個毛病真的很多 周公之師,文王之師,指稱天命之無常,使前朝因事無所願,使新王周臣不改代。 周人,英人與周人,當之天命米常,永言佩命,自求多福。 周人,宋宗宗宙,祭其一切的源頭。 文王、武王、太王、後繼。 宋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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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 祖先祭祖,就成為一切宗法的集體。 祖宗崇拜,因為一切源於,今天我們擁有的一切,都是來自於宗族的集體奮鬥。 沒有祖宗的奮鬥,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種種的享用。 周朝人累積數代的奮鬥,眼下的種種,誤有宋。宋之不敬,而有雅。 法家出現,解成文化福人的風氣不如過去,抵越建國的風氣漸緩嗎? 法家出現 國軍,直接用強力的控制的方法,來希望維持秩序。 這話是對的。 那,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背景,就是列國相爭了。 因為原來的封建體制是靠里越維繫的。 里越衰了,各國就要相爭。 各國相爭的時候,慢慢變成轉化成軍國。 所以法家跟這個軍國主義是分不開的。 這話是永遠都不安。 其實最主要是很多人,是緩 Agreed。 價格相爭的具體的選擇。 民太主要求孝資天下。 但母親地位在前朝都比較低, 在本朝、本朝天朝的父親異樣。 民旦又是選擇,主要孝道的問題。 思維有公平的,好,好,好。 不可以用我們現代人的,你拿你的一堆觀念去講,那沒什麼意義,因為他三千年前,幾千年前,你講這些事情離他很遠。 這個牛頭不對馬嘴。 你當然可以批評,不過那個不是一種歷史性的了解他們在幹什麼?你不容易了解他真的做什麼? 主席 詞曲 李宗盛